3号朝鲜和韩国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 有争议的北方界线附近发生交火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当天在平壤发表新闻公报说 朝鲜人民军当天采取了坚决的军事措施 反击韩国向朝鲜领海发射炮弹的军事挑衅行为 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当天播发这一新闻公报中说 韩国不顾朝鲜的多次警告 执意举行军事演习 并在当地时间23号13点起 向属于朝鲜领海的延平岛海域发射了数十发炮弹 朝鲜人民军立即采取坚决的军事措施 反击韩国的这一军事挑衅 不过新闻公报没有涉及具体内容 朝鲜人民军最高军事措施 朝鲜人民军最高军事措施 新闻公报还说 严惩挑衅者是朝鲜军队的传统 如果韩国军队今后胆敢侵犯朝鲜的一寸领海 朝鲜都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军事对应打击 在朝鲜半岛西部海域 只存在朝鲜设定的海上军事分界线